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下行李之后 我整理了一下东西 便打算去楼下宿舍 找老乡 找老乡 嘻嘻 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 只见 诶 这小病 他站在我身后 长头发遮住了半张脸 我的心一紧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就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 他才悠悠地从我身边走开 我的心却在砰砰地 剧烈地跳动着 说到这小病啊 他的行为和神态 通常都让人觉得很怪异 只要他一出现 宿舍里的气氛就压抑地让人窒息 这个宿舍也因为有他 变得人心惶惶 回想起深入这所大学时 我们全宿舍的女生都很单纯 很兴奋 而且很快就聊开了 那个时候的小病呢 爱玩爱笑爱聊天 还是一个挺正常的人 谁知道 开学一个星期之后 有一天半夜大家都睡着了 这小病突然从床上跳起来 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叫声 大家都被惊醒了 只见这小病跳下床 一个人在黑暗中睁牙舞爪 大喊大叫着 好像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 我们叫他 他好像也没听到 根本没有反应 虽然被惊得出了一声冷汗 但大家都觉得 或许是因为这 这小病做噩梦了吧 于是便又躺回去继续睡觉了 宿舍里也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不知道睡了多久 大家又被一声尖叫声给惊醒了 救命 救命 小病凄惨地叫喊起来 直听得人毛骨悚然 大白菜 忍不住轻声地叫他 小病啊 小病 你怎么了 但是小病仍然没点反应 不一会儿他自己平静了下来 爬上床睡觉去了 我们便也纷纷地躺下睡觉 可是没过多少功夫 他又开始尖叫了起来 就这样 一个晚上他连着尖叫了七八回 我们几乎都没怎么睡着过 更可怕的是 从此以后晚上睡觉都是这样度过的 刚开始 一天我们就追着他问 那你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病呢 总是被问得一头雾水 他说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晚上做过什么 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 没办法 毕竟是有一场吧 总不能把他赶出去吧 或者他只是体质比较特殊 爱做噩梦吧 我们只好这么安慰着自己 慢慢地 室友们也就习惯了 唯独我 每次他一尖叫 我就被吓醒 心脏剧烈地跳动 像是要跳出来 渐渐地 小病也不再那么爱说话 不那么爱笑了 人变得孤僻怪异 我们找他说话 他也是爱理不理的 但是呢 他对恐怖故事灵异事件却非常感兴趣 经常躲在被窝里边看鬼故事 还有周公解梦 算命之类的 上网一准就是在看着灵异事件的视频 还经常一个人嘴里边念念叨叨 掐着手指在算着什么 有一次 他从外边弄来了几张黄色的灵符 贴在了床架子上 还拿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放在了枕头下 说是辟邪用的 更有一次 他弱小的身体 竟然把一尊硕大沉重的佛像给抱回了宿舍 电上香天天拜了起来 我们目瞪口呆 这哪里是大阴女生 明明就是个女巫嘛 但毕竟这是她的自由 谢小致 而且住在宿舍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话题扯回来 这天晚上我在老乡南南的宿舍一直聊到十一点半才等 心想都这么缓了 宿舍其他人应该也回来了吧 出了宿舍之后 我走到漆黑的楼道 才发现四周已经这么安静了 一个人也没有 我故意踩响了脚步 给自己撞胆 还一边哼着小举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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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回到宿舍门口却发现宿舍门关着的 门缝里也是黑悠悠的 难道大家都还没回来 不可能啊 明天还要上课呢 还是大家都睡着了 平时都是夜猫子 不到十二点半绝对不会关灯睡觉的 我只好摸出了钥匙 摸索着开着门 再摸索着打开了电灯 可是当这灯一亮的时候 我发现这小病真站在我跟前 一双眼睛丝丝的盯着我 我被吓得倒退了几步 跌靠在了门框上 小病瞟了我一眼 呆滞的移动着身子 从我身边走过 然后往着门口走去 只见他机械的手里边 拖着一把扫帚 他出了门我才输出一口气 却发现宿舍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着急了 非分打电话给他们 谁知他们是有的说明天上午才回学校 有的说今天晚上跟朋友在外边 那么晚没公车回不来了 总之就是大家都不回来了 我就犯愁了 这么说来今天晚上我得跟这个神经病单独相处在一起了 这小七正在这守候 小病走进了宿舍 他手里依旧托着那把扫帚 他没跟我说话 我也没跟他说话 顺便洗漱完 我便爬上床钻进了被窝 玩起了手机 眼却时不时飘了一眼 小病 他真默默地在整理着床铺 西西 小病突然叫了我一声 只见他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我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好吗 我怕 他又说 我呆了呆 想想他也不 不过是个女孩 又不是鬼 难不成还能把我怎么了 毕竟大家是社友一场嘛 总不能对他太无情了吧 于是我便答应了 爬上我的床时 我发现他手里竟然拿着那把剪刀 一下塞进了床头底下 噓 我避免心里面一颠 躺下之后 我找他说话 他没理我 我刺过头去看他 只见他安静地闭着眼 好像要睡着了 我便也不再说话 半夜的时候 一阵响动把我给惊醒了 眼眼一看这身旁的小病 差点没下晕过去 只见一行暗红的血液 正从他半闭着的双腿 不半闭着的双眼 流了出来 顺着眼角流到了他的脸上 他的脸渐渐地在变 变得猙獰扭曲 白骨露了出来 我大叫了一声 我发现四周黑乎乎一片 全身被冷汗给浸湿了 我才发现原来是做噩梦了 冷静下来之后 我仔细地看了看 旁边的小病 还好 他也在安静地睡着 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 突然想去小姐 于是我便出了宿舍上厕所 小姐完正往回走 就听到宿舍传来了小病的尖叫声 看来他又做噩梦了 摩黑回到床边 却发现这小病并不在床上 我心头一慌 左右张望着找他起来 透过了窗户 见着外边的路灯 我看到的小病 他正站在阳台上 那么缓了 他还到阳台去干嘛 刚要叫他 只见他举去手里那把剪刀 又拿出另外一个手 张开五指 他把其中一个手指放到剪刀里 我还来不及叫出声 他已经一刀下去 咔嚓 一个手指被剪断了 剪断的手指掉在地面上 很快 咔嚓 又一个手指被他剪掉了 鲜血 从他断结处喷涌而出 但他好像并不觉得疼 仍然面无表情 我内心恐惧到了极点 全身不停的颤抖 我紧紧的捂住自己的嘴 生怕自己叫出声音来 小病把另外一个手指 又放进了剪刀里 我终于忍不住喊出声音来